在过去十年,香港每年大概有五六十个年轻人死于自实 青少年本身因为老暴处于成长阶段,比较容易冲动,情感易起伏 再加上新世代面对全球化,贫富差距扩大,学历贬值等问题 面对将来容易有很多无力感 社交媒体和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容易成为情绪放大器 新生代的情绪健康已经成为全球很多国家的社会议题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自杀预防需要多方面社会系统的合作 例如家庭、学校、社会等等 自杀的危机因素更多 很多时候并非单一的原因 个人层面上 情绪病 曾经企图自杀 有濫药情况 有被虐待的经验都可能是较高危的引发因素 至于心理因素上 自尊心低 常常感到无助、绝望 个性比较冲动的心理状态 也都有较高的危机 另外周遭环境上 经历重大事故 例如有家人、好朋友离世 自杀 同情侣分手 受蓬佩欺凌排斥等等 或者接触一些美化死亡的信息 可能会容易引发想尋死的想法 很多时候自杀之前都是有殖可尋 如果我们仔细留意 可能是一些危机警号 例如情绪異常低落 感到无望、无助、看不到自我价值 越来越多身体不舒服 例如头痛、胃痛、疲倦 成绩突然下降、集中力药、粉细窒 很多怨恨、愈来愈暴躁、情绪化、挑剔 对周遭事物、朋友或嗜好失去兴趣 言谈之间透露自杀的念头 谈及死亡、离开 社交媒体上有关轻生的念头 或者突然删除帐户等等 远离亲友、不同人沟通、交托心爱的物品 正心聆听对方 在他的角度理解问题 避免抒发己见或者作出批评 例如 你最近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 虽然我未必可以完全明白你 但是我都很想关心你 我看到你最近很困扰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我或者可以和你分担一下 直接识问对方自杀的念头 不会引发自杀想法或者意愿 反而能让对方在交谈之下感到坦然 例如 你有没有想过想死或者伤害自己 你会不会有时不开心到想死 有自杀倾向的人 大多正接受抑鬱情绪的困扰 情绪比较脆弱 所以接纳对方的负面情绪 理解对方问题和感受 理解比给予意见更加重要 例如 你现在似乎在经历很大的困难 辛苦你了 我看到你一直都很努力 承受这一切真的不容易 很多时候 你无法独力解决别人的问题 可以陪同对方尋求专业的协助 例如 我都很想帮到你 但是我能力有限 不如我跟你一起找社工 或者辅导老师 或者心理学家 当身边的人承受着痛苦 自己的心情都难免变得沉重 照顾他人的同时 不要忘记善待自己 如果遇到想自杀的人 可以告诉当事人的家人 或者保警求助等等 也都留意 不要被当事人的自杀念头 过分地影响自己的情绪 除了刚才提及的即时方法 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例如 父母日常可以和子女保持沟通 接纳他们的能力 用他们的角度来理解 他需要和困扰 在大人眼中的小事 可能是他们的大事 容许他们享受自由的时间 例如不做任何事情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之中 加强他抗疫的能力 提升心理复原的能力 例如 学习调节情绪的方法 解决问题 和时间管理的步骤 明白转变是生活的一部分 接纳有一些情况 是不可以控制或者改变的 创造一个可自由表达意见的家庭环境 细心聆听和尊重他们的想法 重视和接纳他们的需要 每一天共同建立一个 有质素的亲子沟通时段 谈谈一下他们喜欢的事情 每隔一段短的时间 例如三个月左右 和子女共同规划合适的生活 例如学业的期望 或者读书、上网、时间的分配等等 发掘子女的兴趣和专长 培养子女多方面的兴趣和专长 有助旷阔视野和生活圈子 增强自信心 提供机会给子女发挥所长 定立自己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